嗨,我是小可爱若曦 欢迎来到若曦逛逛频道 听旅途见闻 看人文风景 聊商业话题 闪花是美食 逛猛宠天地 不逛不知道呀 世界真奇妙啊 今天我们再次跟若曦姐姐和彼得大叔一起 逛基里巴斯 继续聊想不到的世界之最 原来基里巴斯有蛮多哦 欢迎大家随时在评论区留言哈 大家好 基里巴斯是一个神秘的岛国 有着人见人爱的清澈海水和以你风光 这个远离现代喧嚣的世外桃源 藏着惊讶、惊喜、惊叹和若干世界之最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里巴斯之旅哈 前四集我们从洛杉矶飞匪纪首都苏瓦 在转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的旅途见闻 聊到基里巴斯的世界之人记喊道 世界之最遥远地方 世界的尽头 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 世界之最大海洋保护区 基里巴斯首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菲尼克斯群岛保护区 还有基里巴斯是世界第一个拥有太阳的国家 也是世界最贫穷、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基里巴斯被预言是可能消失的国家 沉默海洋将悲剧 正高度关注气候 寻求国际援助 再有基里巴斯流通澳元 本地发行量极小的硬币 我们今天来聊聊基里巴斯那些可能在谷歌 度娘都搜不到的当地风俗和生活 正如小可爱若曦说的 不光不知道呀 世界真奇妙啊 基里巴斯有着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 境内的加罗林群岛是世界上最原始的热带岛屿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天然的环礁之一 菲尼克斯群岛保护区是地球上最健康的珊瑚群岛之一 基里巴斯应该是南太平洋岛国最安全的国家 尽管贫穷、民风质朴 当地人说会有小偷小摸、醉酒闹事 但很少发生盗窃、抢劫、杀人等刑事案件 特别住茅草房的 家里没有围栏 几乎是敞开着 不用担心有人来偷窃 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西部 由33个岛屿组成 是世界上唯一的跨市的 横跃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 又是唯一的跨南北纬和东西京的国家 陆地面积811平方公里 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350万平方公里 但平均仅高于海平面2米 是一个图少水多、金字塔形的海洋王国 基里巴斯东西跨度近4000公里 南北2000公里 由于国土高度分散 海域辽阔 成为世界上唯一覆盖了 东西南北四个半球的交叉点上的国家 如果你在那里仰卧并张开四肢 你就会同时到达四个半球 换个说法 你的身体一半在今天 另一半在明天 由于在国土和水域中穿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 不仅使基里巴斯东西之间有3到4小时的时差 而且成了世界上唯一在一国之中使用两个日期的国家 基里巴斯人 经常是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塔瓦拉过的星期天 第二天到了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的圣诞岛 依然过的是星期天 要赶上岁末年初 会连续度过两个新年 这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产生的乐趣 基里巴斯盖着土壤并且土地薄 不适合农业种植 由于海平面上升 泥土和地下水沿化 使得基里巴斯的井水不可饮用 人们只能透过收集雨水作为食用水 或者靠进口 每三个月船只送来米面水肉蛋菜百货 基里巴斯是属于密克罗尼西亚人 据考古证据证明 大约十四世纪 斐济人 萨摩亚人 汤家人入侵岛屿 使岛上民族多样化 引入玻璃尼西亚语系特质 各祖先族群之间的通婚 使人们在外观和传统上同化 南塔拉瓦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三千人 堪比美国洛杉矶 有着华人血统的前总统汤安诺 使人口增加为重大威胁 呼吁交汇允许使用节育措施 以帮助抑制人口增长 另一个重大威胁是位于大洋之中的 基里巴斯陆地平均直比海平面高两米 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群岛海水上涨 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基里巴斯经济受惠于国际发展援助 欧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中国和其他捐助者 提供各种发展援助和技术援助 基里巴斯的经济主要依赖于 与其他国家的农渔业合作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台湾地区分别有数十艘渔船 在基里巴斯海域捕捞金枪鱼 这些渔船向基里巴斯政府缴纳的捕鱼执照费 成为主要外汇来源之一 基里巴斯的支柱产业是渔业 渔业规模最大的 KFL 基里巴斯国有占股51% 中国人占股49% 其中有上海水产公司的餐股 蛮多广东来的华人 定期将基里巴斯打捞的鱼 上等龙下 打块头皮皮下运回中国出售 平时装载食物和生活用品在各个外道穿梭 在基里巴斯可能每一公里就有一家中国餐厅 多数来自广东 一般餐厅以快餐为主 汉堡炒面炒饭等一份大约十澳币 你也可以自己带着菜去餐厅加工 最有名的餐厅应该是这家首都餐厅 据说是中国人威廉十岁随父母 从广东移民到了斐济 在斐济结识了前总统的大女儿后 就来了基里巴斯开办这家首都饭店 传说威廉是前总统女婿 前总统大小女儿都是他老婆 不知真假 据说在基里巴斯 只要大老婆同意 是可以娶小老婆的 外国人要在基里巴斯投资 或者买房并非一事 出于地方保护 开公司和买房都要写有基里巴斯的名字 有的外国人为此会选择和当地人结婚 以方便做生意 在基里巴斯买房实际是买土地 土地是永久性的并且价格不贵 但盖房和装修的费用很高 大约需要三十万澳元以上 外国人不能买房 但能买房屋的无限期使用权 但对外国人来说 并不容易接受这种房屋 和土地不属于自己的方式 外来人租公寓也是一种选择 租用自来水 独立卫生间 浴室 空调 冰箱 沙发 床都配备齐全的公寓 一个月六百到两千澳币不等 电费虚令算 大约1.2澳元一度电 当地也有现成的独栋房子 那是政府建的毛培房 分给当地政府官员居住 基里巴斯庞大的家族人口 很多一栋房子都居住着十几口人 以地为席 过着家族式的集体生活 在基里巴斯 超过50%以上的人都为政府工作 其余要么是渔民 要么是无业游民 一家中或许只有一个人工作 而这一个人就要养一大家子的人 基里巴斯确实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国家 没有种植经济 食物十分匮乏 满节奏的生活 让基里巴斯人十分慵懒 没有多少时间观念 迟到和爽约稀松平常 不喜欢工作 或许 这也是一种躺平 听天由命罢了 基里巴斯人的幸福感体现在歌舞 习惯用椰子叶编做成头花和裙摆 打扮得漂漂亮亮 自带音响 齐声唱着歌 跳着舞 貌似个个都怀揣着16岁少女的心 连老人都打扮得 在歌在舞 有些老人还会老顽童般 耍宝式地尽情跳 有人不难感受到 他们的活力和幸福感 也或许 这也是一种享受当下 相信明天的太阳仍然会升起 基里巴斯这个神秘的岛国呀 太美了 却有那么多的惊讶呀 洛西逛逛频道 已经分享了 五期基里巴斯系列视频 欢迎朋友们挑喜欢的看哈 喜欢洛西逛逛频道的小伙伴 别忘了做个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哈 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会让我更加努力的 谢谢观看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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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